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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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人们在小亚和人鱼们的帮助下脱身 同时翟博士也将五超人的机车重新修好 这么快就突破了我的冰雁魔法 你们有两下子吗 废话少说 开心铁拳 花心子力烈 超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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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这样 再来 你们不是我的对手 怎么办 无论怎么攻击他 他都会原定复活 而且能力越来越强 是你跟魔法阵 肯定跟那个有关 章鱼老师 章鱼老师 确实是这样 我们对于魔法了解的太少了 要是章鱼老师在就好了 我是说 我看到了章鱼老师 一样 还进去 惯心超人 我们过去看看 章鱼老师 你这是怎么了 魔阵 快破坏魔阵 不然 乐呵呵那么强大 原来是利用魔阵吸取章鱼老师的魔力 要彻底打败乐呵呵 我们必须要破坏四个石头魔法阵 我们去帮忙 开心超人 乐呵呵交给你 就是这个东西 不信超人 我们又见面了 哈哈哈哈 你是 不是 想起来了 想起来了吧 想起来你曾经输给我 这次不会再 忽然飞到 怎么会这样 你上次只是侥幸打掉了我的武器而已 这次我已经和武器结合了 看你还怎么打败我 看看你 恕 哈哈哈 拖进造人 这飞船对我来说没有 试试这个 醜连和此的 ion 嗯 呀 啊 射片了 分 发型超人 没想到吧 现在的我已经变强了 要催眠你一炉反掌 我的机车也升级了 不打发你也是一炉反掌的事情 发型磁力钻 有本事来追我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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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狐心超人 糟了 放了个臭蛋 重心臭人 别浪费炮弹了 你还是快投降吧 真的是臭蛋 怎么办 普通的炮弹根本打不中它 用超能力的话又容易伤害到其他超人 果然是这样 有办法了 追踪弹 猫肺炮弹 猫肺炮弹 都说了你的追踪弹对我是无效的 谁说我的追踪弹是打你的 什么 我的追踪弹虽然打不到你 但我追踪的是前一个追踪弹 对炮弹的攻击绝对有效 花金瓷历练 扫描完成 以将死武器加入数据库 这样我的武器百科全书就写上第一页了 索性超人 我刚刚听到你的方向传来好多声巨响 之后就没动静了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我已经打败了手阵的怪兽了 那就好 我这边也解决掉怪兽了 花金瓷历练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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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希望之光就在突破口只要我们能坚持守候 路在脚下一直不停走不会轻易回头 希望之光就在突破口只要我们能坚持守候 未经许可,不得翻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